三口之家买下属于自己的25平居宅 如何在有限的预算规划出舒适风格独居的生活空间呢? 空间的格局有主卧室然后客餐厅再来是一个男孩房间一个更衣室 那屏数大约为25平左右 这一间因为它的屏数比较小 我们只是想说看用什么样的方式把空间放到最大 空间上的格局我们就没有做很多的变动 屋主最一开始的想法风格还是以辛苦点为主 刚好有给到他们一些别的想法 那他们也很愿意接收跟信任我们 不论在金额方面或是年纪方面都比较适合这样的质感 因为屏数小空间又要大 所以收纳我们并没有做得非常的多 只是做到足够 客餐厅的部分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 因为如果在这边太工业的话 我们会觉得这个酒住好像不是这么的舒适 所以我就是以休闲加工业来去做一点混搭 当然在主卧室就会刻意在做的稍微再柔和一点点 一般他们而言就想要当餐桌煎书桌这样子 在故意到周遭的动线是不是合适摆在中间不靠墙的时候 希望这个书桌是可以搬走 可是在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又是有兼具插座的功用 在桌板的部分稍微分开一下 让插座可以跟桌子做结合 所有的线就都看不到 吕玄宇设计师了解 居家装潢对于屋主而言是人生中的大决定 从讨论设计概念到施工过程中 耐心与屋主沟通 细心地在细节中为生活营造趣味与丰富的样貌 电视墙的部分用白色的文化石 在杀杯墙的话 我们就想说用深色的东西 光滑面的或是品质面的 可能还没有办法让这个墙这么立体 毕竟这一间的屋高没有非常的高 我们就加了一些层次立体 不规则的喷洒在上面 那我们想说看能不能做得更为特别 甚至是比较屋主独有 用他们家 现在我们看到所有木头的这个板子的纹路 请师傅刻 刻完以后再把它染上一些白色的漆 我们以后再放异品的时候或是放沙发 这边墙会给这个案子不同的生命力 小空间简化线条放大空间 在浅色与木质感营造的温馨氛围中 以液材质冲撞出火花 以精湛的功法创造耐热寻味的细节 森领域又有什么样的巧思呢 床头有一根难以去设计跟处理的量 因为它不像我们一般的案子 可能桌子比较深或比较宽 那床的位置其实已经局限在 就在那边墙上了 所以在床头背墙的设计上 我们是用板子错落交叠 那它比较难施出的是因为 它不仅是曲面的 它是四个一个板子有四个角落 那四个角落的角度全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希望在床头背墙上 能够展现比较柔和的设计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比较 特别颜色的绷布来去做搭配 这个曲面的设计就一路到 它的床头背墙顺便就把梁给收掉了 看灯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有柔性线条的灯 但是其实我们仔细看 它是有那个铁的材质勾勾 像链子一样的 就是又回归到好像比较工业一点的感觉 所以我们是以形跟以它体 还有整个空间来去做 那个猪肉设计的设计 毕竟像刚刚提到的空间不是很多 不过我想体力它会长大 那这个房间如果说做满收纳 可能长大就会觉得比较紧 那现在它还小吃还OK 为了它以后呢 还有做一个卧榻给它 让它下面可以收纳 而且那个床基本上是一个双人床的size 那我们也做了一个书桌给它 然后在里面搭配一些 简单的墙漆吊色 让里面的风格跟客厅外面相呼应 当初做更衣室的时候 本来就想说 既然外面有门片 我们里面就不需要做门片 一般而言我们可能还是以木头居多 不过为了达到让这个风格比较相同 像刚刚提到的铁件跟木皮之类的搭配 所以在更衣室也会看到吊衣杆就是铁件 然后成板就是木皮 就是为了让它们这个设计能够 整合度能够更高一些 化妆桌的话原则上也是女主的一个很特别的想法 在那个地方不会太突兀之外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化妆间再配上那样的桌子 女主人在化妆应该是算很方便之外 这整体的风格也有加不少的分数 当然如果是以设计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会希望是以牛皮的质感 然后可能旁边再带一些铁字或木字的扶手 可能在座或是在住的方面 都没有说像我们软材质的布沙发 或是一些比较舒适的沙发而言 可能比起来那个还只是好看度比较高 但坐起来其实没有这么舒服 而一般的住家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培布的 其实它是百搭的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任何的设计都只同用的 这个设计的屋主人年纪跟我比较相近 所以在沟通上起来真的是蛮愉快的 概念上或设计理念上其实传达的很快 那也是因为他们很信任我们 所以我们才可以做到 跟我希望的设计几乎是差不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整体做完我是很满意 我也觉得这样的风格是很适合这间房子 赵玲 旅学与设计师与团队 设身处地在豪宅营造大气华美 而为小子家庭处处用心设计的细节层次 营造温暖美好的居家生活 进去 孩子们 это demande 去 去 作诅